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70多岁的老人家 运在前宫 运在前宫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他做什么事情 像男人一样 然后里面八星在内 八星在内群星璀璨 他的人脉特别好 人缘也特别好的 然后上帝玄武 他对玄学也是特别喜欢和爱好的 但是我们看看说他今年又是什么呢 他今年又是他的本命年 但是本命年呢 我们来讲说 你看他的本命里带两个亥岁 两个磁岁 这是什么他随形很旺啊 然后人是属于那种很外向 然后那个是属于那个外柔 内憨 人很实在这么一种像的 但是呢 他留言问说 今年呢 这个是本命年怎么化解 那本命年咋化解 半太岁呗 太岁败完 什么事情都顺 太岁不败 那么他今年呢 水则无至啊 终归来讲是天干土来磕水啊 但是像他的年龄 咱就别的就不用看了 主要是看看那个他的身体 对吧 他的身体是疾病工在里 离火为这个 有的时候会睡眠不好啊 但是他二性在内 他一定是属于这种 我们说戴眼镜 然后呢 这里离火为心 心脏不好 里面有个勾魂呢 勾魂他特别会做梦 有的时候呢 做梦做得很离奇 甚至有时候经常做梦相同一个地方 总体来讲说 要论慈悲之星呢 属九星 要论善良之星呢 属七星 他是月星在中 人心地善良慈悲 像这种命相 一般来说 他都是与佛有缘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月星是西方的 西方为我佛如来 如果要是三星在中呢 那他一定会与道家有缘的 但是他是七星在中 他是信佛 但是他本人八星在运 他没有其实 虽然学佛 但是他没有佛到分别心 这说明他本人修行得非常好 如果修行不好的人呢 那他分别心很重啊 就是说一个真正心地善良的人 才能够真正把佛法去学好 这是主要一个运程 但是总体来讲 他今年的大的疾病没有 但是他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看 因为他下了一个畏土嘛 畏土是财 这也算是属于他不缺钱财 但是呢 丑味还充啊 丑味充充的话 这有一个福德功 福德功是丑土 丑土是怕他怕丑味交战 丑味交战 害之丑一气的时候 他反而就是说忘了 也就是说他的福德是不受损的 他的人生是属于那种什么呢 我们说他本身就占一个天寿星 就是属于寿命比较长 他就是属于按照我下一部书写的 叫尤禁灯窟 什么是尤禁灯窟啊 人没有一个寿命的一个标准 他是属于寿比什么 寿比南山不老松 就是说什么时候这个蜡烛 招完了就好了 有人说他不会病死 或者是说只能老死 人们说那人死了终归不是得病死吗 对吧 那不对呀 四五十岁得心脏病 人没了 他也是病死的 对吧 说六七六十多岁五十多岁 肝癌死了 肺癌死了 心脏病复发死了 像这都是属于枉死 都不是说尤禁灯窟 等到最后 什么是尤禁灯窟 五脏衰竭而死 所以说他那一汉是属于 我们讲就是寿比南山之命嘛 所以说他越是害之丑 越是行福德运的时候丑年 虽然丑为交战 他反而长寿 所以说他这一生我们来讲 不会有什么病 按道理来讲就是说 有的那老太太把别人都送走了 他还活得很精神很好 就是属于他这个命局 那